小小的預測 旁邊就是陡峭的木製樓梯 通往閣樓 這個約莫只有三坪大的房間 就是獨居長者林伯伯的家 年初的一場意外 讓她直到現在還心有餘悸 你擲到哪裡一樣 去到樓上搜到 沒那麼好 搜到哪裡 還有五個 85歲的她出意外前 身子其實還挺硬朗的 只是老人家不禁衰 現在即使腰傷好得差不多了 對於上閣樓還是有些膽怯 因此慈激志工主動來加裝扶手 這裡是中間空的嘛 這邊都沒有東西可以開那個 像這個地方有東西可以固定嘛 這一段就沒有固定 所以就找一個不鏽鋼柱子 把它固定住這樣 今天是中間來製造的樓梯的滑鼠 我比較不熟 不然當地去熟悉 又會痛幾個歌 你唱歌嗎 志工這趟來不只安裝扶手 八月份恰逢父親節和林伯伯的生日 志工也邀邀鄰居楊伯伯一起 幫他們鑄售 同齡的兩位獨居長輩 手裡抱著志工致贈的蘋果和蛋糕 口罩雖然遮住了笑 但眉宇間看到了喜悅 志工盛似親人的陪伴 讓他們不覺得孤單 帶新聞珍珊美志工鄭博人台北報導